來 這隻手出來 書 剛用完午飯 住持新定和尚就趕忙來到教室巡堂 看看中文班和書法班的學生 是否勤奮向學 有時候興致大發 還會願意手把手的指導學生 今天上課的有小朋友的 宇文初級班以及成人書法班 為了秉持新雲大師所提倡 以教育培養人才 泰華市2020年便委託當地學者 向泰國教育部申請立案 我們將得到教育部 批准立案的大志語言學校 每期招生很快就滿額 到目前已經要將近 到接招收第15期 成立的語言學校主要針對 在地民眾提供泰語及中文課程 這個教育計畫不僅提升了 當地民眾的中文能力 還促進了泰華市推行 在地化的交流與理解 課程我們分為初級中級高級 我們教學就是讓泰國的朋友 他了解一些中國 透過大志語言學校 佛光山泰華市希望讓更多人 了解佛教文化和智慧 在推動佛教教育 與中國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一環 大志語言學校的成立 是佛光山泰華市推動文化與教育事業重要的一環 未來 學校將不斷的拓展課程內容 以滿足更多人的學習需求 將來計畫也讓泰國比丘有機會前來上課 泰國的曼谷的總助詞 他還要想跟我簽MOU備忘錄 希望把在曼谷的泰國廟的法師 都來學習我們中文 設立華泰語言教學 不但促進人間佛教的融合與發展 還促進了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之間的理解 讓泰華市不僅是一座佛教寺廟 逐漸成為了當地文化交瘁的枢紐 人間新聞 陳玉凱 正人中 泰國採訪報導